现在是2023 4月22号 我在家中被江苏省皮州市贪官李全埔团户公开的残害 已有6年 残害从未停止 仍在继续 从昨天开始 贪官李全埔团户就加大了对我的投毒下药残害 今天中午11点钟左右 突然有一伙人强行进入我家中 其中有一位是贪官李全埔团户成员之一 刘卫东 我认识 其他自称是村委会的徐军善 还有一个妇女 自称打扫卫生 还有什么人 我没看清 因为我无法起身 无法从躺椅上起来 当我打开手机 打开录像 强忍彤彤 从躺椅上起来 要拍摄他们的时候 他们装强做事 装模作样 扬长而去 他们还自称是巡视组人员 还反复问我 拨打巡视组电话干什么 我强调一下 我的手机信号始终被屏蔽 无法拨打电话 求求你救救我 求求你救救我 求求你救救我